稍微的有点尴尬,哎,熊猫也来了,看这次喷一口火,我们的手应该还是要继续追这个小狗,家里面的话已经是直上三本,不啰嗦 好,我熊猫是开始进行一个练级,这颗BR呢,这个BR呢是往中间市场那边跑,然后DK的话注意一下卡位 给他准备好了练这个点的,不是往下练工并引地点位,路线还是有点不一样 好,现在熊猫赶紧去这个市场边上去练这个市场 市场这个点的有道具和这个经验量都是比较丰富的,同时这边鲁碎发达阿英雄那期也出来了,挪一下要不先挪一下 但是这个挪一下,如果说不是围的话,就好像对我们的时候还是影响不大,对,影响不大 DK稍微需要再练一组小点,混个两级,一切就非常美满了,只要两级不要多啊,做人的也不贪心,就两级啊,两级绰绰绰有余 好,两级,对,仅仅只要两级 现在我们看到这边酷弦是练这个大点,这个点如果说顺利练下来的话,酷弦倒是比较舒服啊,这个点说实话,亡灵引地是没什么办法去限制了 现在我们看到酷弦是很舒服的配合BR把点位练下来,看一下装备 这个点位的装备很关键啊,DK到两级,有一个光环可以带一带了,然后家里面三本科技马上就完成,卢西法还是一个数三本的一个一波打法 然后跟这边的一个酷弦进行较量,这边打了一个,打了一个最渣的东西,我个人认为没有比这个更渣了 因为对方这边是一个熊鹿的打法嘛,那你说三本的一个熊,熊打法,你说你打一个吼叫,你说是不是最差了 我觉得真是想不出来没有比这个更差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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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备了,现在这边鲁西法三本科技完成,球也带了 但是这个点位已经被练掉了,感觉好像我觉得可以考虑去练这个点位练一练即就得了,这样上去跟这方折腾好像意义不大 就存储是浪费时间了,感觉可以考虑干点往往往往下走干点别的事情 真的可以考虑干点别的事情,好,我们的手挪一下三级的我们的手,这边DK要不先是甩C吧,我觉得 在这种情况下,肯定要第一时间扔C给他,好,熊猫将我能保存回去,但熊猫就没有发育时间了呀 王林这边三发一个小黑还是怎么样,有个小精灵被发现了,好,点掉一个自爆 哎,这波我们的手在单传过来跟你刚,有小鹿,DK被抽了100点蓝,DK瞬间是没有蓝了,我觉得DK这个C还是要先手人,不要被人家抽了以后再人,这个就会来不及了 你这样的话,你算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浪费了自己的这个mana嘛,没有发挥好自己的一个mana 好,这边现在看一下家里面的一个资源状态,没有人口,看来三英雄还买不了 这个点位练剧有点耿直啊,鲁翠发,我觉得这个百分百被抓啊,对方越来隔壁啊 好,练掉了一个四级罐,然后乐器被抽干,这个点位练剧有点稍微的耿直了,一方是给了自己蜘蛛 我需要被这波被抓很伤啊,虽然是先手干掉对方那些单位,但是自己自己个蜘蛛死不起的呀 对不对,你蜘蛛死一个很伤的 好,现在乐器也是被再次被抽干,其实我觉得这个抽也抽错了吧,应该是要抽这边那个DK的 乐器已经本身就没来,还凑上,实际仇,我靠,也是有点神奇 好,乐器这边现在是被活活是干到死,DK将这个球给拿过来 三发了一个娜家,鲁翠发跟这边奥姆勒手拼命 但是我想这波拼命娜家也被干死,奥姆勒手被逼出DP 两个一级英雄是双双阵亡,鲁翠发再次买回英雄,也是拼啊 看来这个商店这个点位也是势在必得,我就不信了,鲁翠发表示,这个点位就是我的,不好意思 但是我觉得这代价有点大呀,首先是买活了那些,再出了一个,这个 那家,两个英雄是都挣完了,其实很伤自己的一个竞技啊,这样的话导致鲁翠发 虽然现在这个点位练完,但是家里面的一个兵啊,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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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出兵都停的,又没有任何反应,这就是一个问题所在 好,酷仙这边现在是,三本科技已经完成,准备好出熊了,熊猫等级没有,熊猫等级只有两级,非常低啊 然后王林这边也是练个三级的DK,稍微的舒服舒服 鲁翠发也是刚啊,当时是面对这种情况,强行买了自己的一个,那家,跟对方进行了拼命,把那家也给拼死了 好,奥姆勒手再次把这边的雷气给抽干,同时把车子也抽了一下,忽然这奥姆勒手还是有点稍微的跳,我个人认为是有点跳的 只是他每天会不会待会,因为奥姆勒手太跳,出现一些悲剧性的事情 那家,那家被吓尿了,我们看到,奥姆勒手怎么见面就抽,啪啪啪,抽这边的一个,那家,那家是瞬间表示,疼,别要,不要,别要,别要是什么说法 好,看这边,力量之数 好,DK到三级,那奥姆勒手再来,又把这个雷气 给抽掉了,这你,你这,我们的手这篮杆就无限多了呀,怎么随便抽了呀 好,熊猫现在是练到了三级,三级的熊猫,非常舒服,三级熊猫已经到位了呀 那这样的话,鲁西方把那家给汇合起来,现在的话继续练练集,毁灭者应该也是研究好 然后蜘蛛胖子毁灭,那后期会不会转出一条冰龙什么东西啊,我感觉冰龙不太可能了 现在都没有放这个,神秘生地应该是,呃,是,不,不,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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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牺牲生渊,牺牲生渊,我说错了 什么神秘生地都出来了 好,现在是两级的力量,再练一组这个龙变营地,升个三级 力量这个英雄还是比较吃等级,这个英雄没等级输出格木桑 不管说是NOVA还是普通的物理攻击啊,这个英雄都是还蛮吃等级的 但是如果说你仅仅是想要利用一下他的一个斧球的话,一级的几其实也是可以打个酱油了 然后昨天晚上我在家里面,这个,半夜了一点多钟,睡不着觉你知道吗,这妈也是蛮淡疼的,睡不着觉 知道吗,这帽子觉得真的,那我买惯了,是,不,是,嗯,但,很难吃,就是,也不,是啊,很难吃 看起来,看起来,看起来,看起来夏天,是,这看起来,看起来,看起来,是 我这帽子真实的一切,赶紧的冰冷水不加躁感就是我,这帽子真实的一切,我 rods你弄了 我,我完全没有脱下一切, Ashkenai,看起来,是! 对不起,我可以把他麻烦了,我相信你在这帽子拿起来,我把他掌握了一切,我ashi 200 Yaoi 2 我准备起来看看小说 看了那你知道大家看什么小说吗 亮剑 就那个什么李云龙楚云飞那个小说我这个天啊 我真是觉得自己闲的蛋疼 当年那个亮剑这个电视剧应该说是火红片大江南北啊 这个几个电视台是今天播明天播上午播下午播晚上还播 我真的是一个暑假都在看亮剑 而且亮剑百看不厌 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怀念啊 然后我在那边看 我说怎么还有亮剑这个小说 我打开一看他其实好像说是 这个电视剧就是根据那个小说进行改变的好像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我了解不多 所以我就看到这东西以后的我看了一下 好的 打到了一个攻击之爪加9点可以给到乐器 双方前期的话还是比较的 就是肖打小闹吧 对吧尤其是这里面最关键一个点就是我们的手 酷弦的我们的手非常的跳 跳得跟女王一样感觉了 跑上来各种更加抽抽抽抽抽抽 非常的讨厌 又抽你又来 你去这边又被抽掉了100点了 死尽被抽 好现在看一下这边的双方人口 61人口 这边鲁西发的是67鲁西发人口很高 又抽了那加一板 你说你说这事情这场米赛欧姆特抽多少下了 根本停不下来好不好 现在鲁西发直接选择双Bi7的一个脚车 加胖子加制度的部队 这边我们看到欧姆特首一个人 当了这么多的人的面条线 这车子都没来了呀 全部被抽干了我们看到 这也是有点稍微的神情 全部给他抽干了 那这个车子抽干以后 还又抽 这你还 鲁西发 鲁西发 敢不敢认识 要给他 我真是不能忍着恶姆六世发 你太跳了大哥 我只能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他 漂亮小丑 对不对 兄弟啊你这个太过分了呀 这场比赛你来来会会 前前后后这样抽我 好鲁西发说 抽我对不对 我待会你知道我的厉害 好这波我三个胖子下小狗 蜘蛛角落车一波流 人口是70人口一波 这波应该说是非常牛逼啊 如果说这波酷仙顶不住的话 有可能就功愧一愧 抽了这么半天白抽了 酷仙这边也是68人口人口也不低 那双方可能要摆开在矿点上面进行一波大战 哎鲁西发这边幻象的胖子 三个假胖子 哎哎哎 我们那时又要来了 这次NC连接就对了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我就喜欢亡灵这种感觉 你别老是被他抽啊 你被他抽你还不如是他 你看这个我们的手 这只有七十多点血了 就这么一轮技能上去 王林的爆发力可见 就这么自信 之前被连连来来回回被他抽 很郁闷的感觉你知道吧 好现在这边没有攻防 这这这这 比亚不掉血 好兄弟们来了 脚车两个 推上去 虚散掉虚散 这边酷仙也是自信 哎这还去这胖子 你妈真是 先砸掉一个这个 比亚 这胖子在前方 好 现在我们看到部队怎么不上来啊 什么任务 酒火联机毁灭 吸 吸掉这个酒 一本 好熊猫 熊猫 雪瓶 雪瓶吃下去 熊猫 还有这个叉雪瓶吃了一个没死 但熊猫 哎呀 熊猫被活活干到死了 我们看到 熊猫没地方走 小龙把这个位置给堵住了 我们来到后方切了 切这个 那家不管他 脚车硬要砸小鹿 不要砸这个月景 这个时候重点干掉小鹿 现在熊跟胖子在那边对A 雷琪在这边 雷琪 那家DK DK还有蓝 那家是被活活被砍死啊 那家被活活被 砍死 再反而把DK给蓝给抽干 DK100 DK也没蓝了 三个英雄都没蓝 一个死掉 两个残掉 现在我们看到小鹿有点夸张 你脚车一定要打小鹿 小鹿的经验拿掉 雷琪这边被减速住 现在是强杀雷琪 DK没蓝啊 那些被活活被抽死 哎呀 nice这波 这一波酷弦的这个 曼拉蹦抽了 真是太棒了 DK最后十个扔出一发 但是对方一个曼拉蹦提前一手 干掉的起 这样的话我们看到这一波 虽然说精灵的部队使得很惨 但是对方的脚车没了 然后两个英雄也没了 这样的话就是说 奥姆六手一波打到5级 最关键一点是没有脚车以后 鲁西方没有推进能力了 他只能再买活英雄 买活英雄这个时候没用啊 你推不掉这边的一个酷弦的矿啊 酷弦这场比赛应该说这个 曼拉蹦抽的真是好 DK再次被抽干 哎呀 DK表示今天我这么招谁惹谁 这奥姆六手练习这边再次被强杀掉 漂亮 奥姆六手这边已经升到了5级半 什么节奥啊 奥姆六手这张比赛单刷这边的一个鲁碎法 这张比赛就是他的个人秀啊 真的是个人秀啊 好车子这边有被车子也被干掉了 我就这么自信啊 我们的手 DK没来没来无所谓 你根本没爆发 对不对 再抽你你还抽 真的吗 我们的手真的是抽抽抽别人一生的一抽啊 是要人口 这就有点郁闷了呀 被他活活抽到现在很尴尬的一个局面你知道吗 这个部队啊 两个蜘蛛一个胖子一个毁灭叫骷髅什么的打这个箭头根本打不动啊 而我们的手回家以后法老皇宗什么滋补一下又来了 最讨厌就是 王林现在属于那种半死不活状态推不进去 对吧那退肯定不行吗 一退你们彻底完蛋了 对方两矿进去再运行一个三分钟你这怎么打吗 好DK在这抽了个精进干干 我们的手这场比赛这个真的使用非常的6啊 真的非常就酷显的我们的手真的当年网组一哥的外话还有点6 而且他的 他真的是很上场用我们的手我我比较看多他就是用我们的手的比赛 熊猫应该是买了个夜食然后熊猫买了一身装备 关键的胖子又被追死了DK是没难的呀百分百的呀所以这个胖子必死无疑啊 我们的手已经快到6级 泪流满面我们看到 真的是泪流满面这没办法 你这种比赛真讨厌的很 我们的手这边进来又又丑又丑又丑 大家这边有个差我就要不你就差了吧不差待会要抽了你信不信 好这反正现在DK没C的话根本不管你根本不管你 可以欸 要 Yamia 又是又是一抽 大家又被抽干了你说这事情 这事情讨厌的很 来来会几个英雄被抽我们的 屌的很啊 A你一下 默默的独球效果利用一下 我们那是现在往后装反正反正我反正他只要确定你地kien没有C了 慢慢走 弄不失我 然后酷鞋现在是68人口 啊 这边的鲁西法就只有50人口49人口 这就是一个问题的关键 今天毕竟两片框啊 感觉这样一打的话 我感觉已经是 这王林现在已经就到慢性死亡那个状态了呀 那这个时候 进攻又不足 哎呦又懒 大哥 大哥 我给你跪下了 行吗 你别别别别抽了 行吗 我保证对你不首先使用死亡残了 只求一个点 你别抽我 好 雷西里面复活102点蓝 熊猫还在练击 这伙 这伙也是个酱油 这伙也是个酱油 之前就完全就吸收伤害 对方打熊猫 熊猫死掉 然后奥姆勒斯后排啪啪啪啪 各种各种切 哎 肚子一发表示这见鬼了呀 大哥 大哥 这里所有人都没有 见凤插针啊 我真觉得是 这有没有什么感觉见凤插针的感觉 这怎么样只能给他找到一个点来烧到你 绕过来 绕过来哪个哥们要倒霉来不是车子倒霉就是英雄倒霉 哎 这次学乖了 现在学乖了 先技能甩一轮 但是 但是这样来的话那些还有一个挪DK又没来了那所以说还要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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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起无敌啊这次的话那些是有个挪吧 所以我们的准备办法只能顶无敌撤退了没血没蓝赶紧回家补给一下 就是说某次打团之前鲁西发的英雄都是蛮苦逼的状态DK只有一个蓝瓶 那些一个挪啊那家有有有有有那个兵舰兵舰还是可以有 补了一个商店 车子还有车子蓝很多这应该是薄命一波了60人口这也没没没都退了只能前进了前进最后一波的机会看我们说法这波能不能把握机会吧 但是我感觉真的很难啊对方人口比你多英雄等级也比你高 比你高DK又又又是96点蓝抽干熊猫上去就一个毁灭吸掉 熊猫喷火好先秒掉一头熊 雷西这边雷西这边还有个诺瓦瞬间说完没有诺瓦了150点蓝一抽你怎么办嘛绕到这边那家生产那家也被人家抽了那家也没蓝 好现在这边我们看到熊熊瞬间死光啊有魔鬼没打你了真是分分钟快在这边有酷弦这个恶魔的手真的是专杀哪家啊 那家又是被火火追尸啊六级我靠就完了熊猫熊猫熊猫一个选民吃掉喷一口火熊猫熊猫提拼了哎呀这熊猫也是真的不行啊没有了哎我们的时候这边不还不行回家单挑单挑你一个 妈的我给你拼了我这场比赛奥姆勒手打死你哎呦我靠整张比赛被奥姆勒手秀到死啊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奥姆勒手好尴尬啊这局我不得不说酷弦的奥姆勒手用的非常的溜啊真的是非常溜这场比赛应该说是真的是奥姆勒手的个人秀了太太贱了这奥姆勒手我真的觉得奥姆勒手很贱很想打他 我说应该说也是有点没脾气最后我们看到酷弦故意是让熊猫提拼回家然后自己这个奥姆勒手呢是在提拼范围以外然后站起来变身跟你打 我说也是没办法这没脾气了就就像这个时候把这大奥姆打死都没有什么翻盘的空间了好的也是恭喜这边的酷弦这场比赛应该说酷弦的表现非常的非常跳我真的非常跳这个奥姆勒手我觉得2014年度最跳奥姆勒手没有之一了好吧那这上面到这边我们明天见